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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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上就是我这一周的主要练习内容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学习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小心得 虽然单指练其实是有点无聊 但是跟着杨老师练单指也快有两个多月吧 感觉进步还是有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错觉 还有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会和我一样 杨老师的时候很容易掐到自己的指甲 或者是把实质指甲给捏偏掉 这种情况杨老师在直播的时候也讲过 建议找一个失踪的位置 如果实在是找不到失踪的位置的话 建议还是掐C的指甲吧 好了这就是本周的学习记录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提问 虽然我不会回答 但是我们还有杨老师啊